今天就先從上次還沒有講完的一篇記憶 然後大家會花很快時間先講完 更加一篇內容 然後再進到今天上課的內容 上次我們講到的地方是這個 通常我們今天在做Training的時候 我們不會把一大幾的資料丟進去 因為整個大資料可能有十幾萬二十幾萬 那一次計算gradient descent的計算量實在是非常的昂貴 所以通常我們會把一大幾的資料 通常會分成32比或是16比 慢慢的一筆一筆這樣 模型下去算它的gradient 然後一次32比這樣更新更新更新 然後到最後這樣子 那講完這個Invest Training之後呢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麼樣做 就在做Organization的時候 應該怎麼樣做會比較好 然後有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這邊原本要播一個影片 但是呢 因為那個音樂有點問題 所以就大概跟大家講解一下 就是呢 你就可以想像今天在做Organization的時候呢 就是你今天在一個這樣 位置的世界 就像你是中間那個小的屋一樣 就是你四樓都是暗的 然後你今天想要在這麼暗的地方 你想要踩個Local的名字嗎 但是呢 每一次你就只在往 右邊轉一步 或是往上面轉一步 或是往左邊轉一步 或是往左邊轉一步 那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不知道 就是你自己 目前找到的到底是 正地圖 還是 它只是一個 Local的名字嗎 所以 之後呢 也有很多Organization的方法呢 可以來幫助我們 怎麼樣是有效 可以快速地找到那個 Global的名字嗎 然後 可以讓我們 不會卡在一個 就是 只有目前遇到的一個小屋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 就是自己過去 看一下這個影片 覺得還蠻好笑的 好 然後 所以其實 OK 它其實 你的Lost function 它可能就是長這樣 就是說 你今天想要找到的 其實是一個 Global的名字嗎 但是你在 每一步在走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不小心 就掉到一個 Local的名字碼 地方去 那加上Local的名字碼 參數就不會再更新了 那這樣就代表 修圓人員的話 找到一個 對吻模型來說 最好 所以其實 像這個寶箱 也是在訓練一個 輪流內部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 技巧 所以這邊呢 就跟大家介紹 有三種 就是之前 有跟大家講說 在進攻模型的時候 可以選擇 不一樣的 Ultimizer 那其實這樣 Ultimizer 它其實就是 在 參數更新的時候 開始做不同的 一些小 Trick 然後其實 最常見的是 這個Alan 就是 大家如果 只會要 這些 Ultimizer 其實它都在 點 Optimizer 下面 所以它就直接 點Alan 或是點其他的 測試都OK了 那其實最常見的是 Alan 因為 Alan 他想做的事情就是說 今天都對每個參數 都會有一個 不一樣的Learning Rate 因為有些參數 可能 需要的Learning Rate 比較大 有些參數需要的Learning Rate 比較小 那Alan 他做的事情就是 他對每個參數都有 不一樣的Learning Rate 而且它的好處是 你今天的訓練 可以非常快速的 提升到一個 很好的成果 這樣子 然後 再來第二個就是 就是一個 小小的 都市傳說 就是 有些人說 就是在訓練 RNN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 RNX Prompt 這個Optimizer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人說 在訓練RN的時候 這個會比A的還好 對 然後 再來有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今天其他課程也會提到 封面課程也會提到 封面課程也會提到 在訓練RN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 就是 7度爆炸 或是7度消失的這種狀況 那 之後也會跟大家講說 要怎麼樣去避免 那 常見一個方法就是 把他的 Brandian做規律 就是 比如說 Brandian太大的時候 就給他設一個 Brandian爆炸 就是 9999 那我們 只要大於某個 隨後的時候 我們把固定在 最大Brandian是10 之類的 就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然後 最後這個是 我們上次上課 講到的 SGD 就是 每次看1比4它會更新 看1比4它會更新 但是上次有講到說 看1比4它會更新 它會走的比較不穩定 所以話題 我們提出了這個 就是 在SGD上面加上 momentum momentum就是一個 慣性的一個作用 就是讓你可以 所以 在更新的時候 除了看JS的Gradient之外 還可以再看上次的Gradient 讓我們的 才是不會靠在Logo面 然後這個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現在有 越來越多新的 Ultimate 誕生了 但是 這個SGD加 你們一直以來都是 算是一個 蠻有競爭力的 Base Line 算是它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非常強 所以 大家之後也可以 嘗試比較 看不同的Ultimate 然後 其實 也有非常多的 實驗 就是在比較 各不一樣的Ultimate 然後 就像我之前講的 就是 這個Alan 他 的好處呢 就是他可以在很快的 時間內 他的Lost 就下降了非常多 然後 就可以讓他 比較快的得到 想要的東西 這樣子 好 那除了 不同的Ultimate 很重要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的Learning Rate 那Learning Rate 他這件事情是 呃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今天你在更新你的 參數的時候 其實是這樣 每次看一筆 一些資料 然後這樣走一步 然後看一些資料 這樣走一步走一步走一步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 Learning Rate吃得太大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你今天 走到一步 然後就直接到對面了 然後 另外 在對面的時候呢 你又走到很大一步 然後又跑到這邊 所以你每次都總的大一步 都會換 永遠都沒辦法走到這個 最低點 所以其實 呃 比較好的Learning Rate呢 就是 像紅色這一條 就這樣 一步一步一步 慢慢走到最低點 然後 那 比較小的Learning Rate 有什麼壞事呢 比較小的Learning Rate 就是說你今天 他就要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然後 讓他趕在整個 最低點的模型 趕在整個 一天兩天之類 他才會 達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其實 呃 在 新武這個Learning Rate的時候 是 非常 就是 你可能在之後 在TrainNN的時候 非常 需要去調整的一個 很重要的Hybrid Parameter 然後 然後 然後這邊 這張圖也是 就是 再重複跟大家講 就是 如果你今天 人類太小的話 他就一直走很小路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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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就要走很小 走很久 才會走到你的Logo面 走到你的Logo面 然後 但是 人類太大的話 他就會變成說 他每次跳路太大 所以就永遠沒有辦法收斂 所以 通常呢 我們會 調我們的Learning Rate 通常就是 因為其實 在不同的模型 你也沒辦法去保證說 在 因為你的模型的參數 每次可能都不一樣 那所以 通常 比較長片的話 就是 可以先是 0.1 0.1 浪調 再是 0.01 再是 0.01 就是每次 每次 就這樣 十分之一 一直往下 然後 譬如說 在這兩個之間 你可以 譬如說 再0.05 就是 中間再用 Research 下一個標準 然後 通常 跟Learning 通常都不會大於 0.1 這樣子 然後 這邊 下面就是 一張 比較不合的 就是 你在跟Learning 大的時候 最後 參數所謂的 就比較不穩定 就是像這樣 他都會一直 吸氣浮浮的 但是如果 你能夠設的剛剛好的話 他就這樣 比較 然後 所以 之後 大家如果想要 想是不同Optimizer 的話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 用Tor.Opti 點 某一個Optimizer 然後 之後 裡面就有一個參數 叫做Learning Rate 那你就可以從那邊 去調整 你的參數 好 那 講完那邊之後呢 接下來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Activation Function 那前面我們 跟大家提到說 為什麼 Learning Dengo 這麼厲害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可以利用 Activation 來去 製造出 Non-linear的 Decision Foundry 那 其實不一樣的 Accivation Function 也會 達成多 印象到我們的結局 那之前 我們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 幾個 Activation Function 像是Sigmoid 或是Tangent 還有Bolic Tangent 然後 簡稱叫做Tangent 也小 然後呢 看我們這些 函數呢 有什麼缺點呢 就是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 前面跟大家講說 我們在算 更新參數的時候 要算微分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Activation的微分 是長什麼樣子 就是 如果是 綠色的一大話 它就是Sigmoid 那Sigmoid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它在中間間段 對決的時候 它的那個值 都是比較大的 但是在兩側的時候 它的那個 微分之後的值 都是比較小的 那 微分之後的值 比較大 代表什麼意思 微分大的話 代表說它Gradian 就比較大 那Gradian比較大呢 就代表說 以參數更新的 呃 資訊就越多 就是你會更新的 越大 那相反而言 如果你今天 奧布的值都落在 這兩邊 就是它的Gradian 都很小的話 那是不是就代表說 你的參數 就有點沒辦法更新了 所以 今天一個好的 Activation方式 應該是 在模型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它都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Gradian 然後在小部分的 中方下會有 比較小的Gradian 讓我們的模型 不會就是 因為如果你 Gradian點0的話 等於是說 你整個餐廳 就死掉了 你就是不會再更新了 所以這樣其實是 會對我們的訓練 造成一些問題的 讓我們之後 也會提到一些 方法 怎樣去改善 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會 叫做 Gradian Managed 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在RN的時候 會遇到的 就是叫T度消失 就是因為 沒有Gradian 它就不會更新 所以它就消失了 那所以其實現在 有很多 不一樣的 ActiveAction方式 那 跟大家講 比較 很常用到 或是比較新的一些方法 第一個就是 DK Red Loop 那之前我們有看到 另外的方式 叫做 Red Loop 那Red Loop它的 就是 在大約0的時候 它就是Linear 然後它在小約0的時候 就是0 然後但是 因為這樣子的話 它在小約0的話 小約0的時候 它的規格 就會是0 所以其實 後來就有 DK Review 就是說 我今天在小約0的時候 我把它開一個非常 小的一個 斜率 讓它 不會完全是0 這樣子的話 我的參數 也會有更大的更新 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是 Switch 然後也是 改善0的 Activation Function 那在PiTorch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 去使用這些 比較厲害的 Activation Function 其實它主要都是 在兩個 Package下面 一個是To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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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Function 所以 像譬如說 現在 Hava 交換的東西 都想要玩到Torch下面 所以 例如像 Revo 或是 什麼之類的 反正它們是一個架子 你就可以直接 Torch 你就可以直接 Torch 然後把你的 Tensor 丟進去 它就自動幫你做 那有些 比較 還沒有在Torch下面的話 就會在 Torch下面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 這個 Code 後面這邊 就是 也帶一些 參考的資料 就是 如果大家 對PiTorch比較 上手的時候 可以考慮 這幾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 叫做 PiTorLine 就是 這有前陣子接觸到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就是 它可以讓你 就我們之前 不是在你是訓練 model 說都要 定一堆 Ultimizer 然後還要再寫一個 很多個Fall Roots 說我們的Based Data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它這個 PiTorLine 它就是 你只要寫一個class 就是你只要定合你的model 然後去跟它講說 你要 不知道什麼Ultimizer 我想不知道什麼Loss 才會自動幫你寫好 剩下那種Fall 回去那件事情 所以就 有點像是 比較無腦的 去Train一個PiCore的 滑鼠這樣子 然後 而且它也就是 在訓練的時候 會有一個進度調整 感覺比較 固執這樣子 對 好 然後 另外這個東西 叫做 Occuna 它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在 Train一個NN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需要 請我們非常多 hyperparameter 然後 像是hyperparameter 像是什麼 像是譬如說 每一層 要幾個neuron 或者是 我的learning rate 要多少 或者是 我的aculation 方式要射什麼 都非常多 hyperparameter要去調 然後它這個就是 有點像是一個 自動幫你調 hyperparameter的一個 就是你把你想要調的 參數什麼跟它講 然後那些參數的range 是在什麼樣的時間 事實內 你就要去 它就可以自動 幫你調整出 好的參數 這樣 然後好 好像還會幫你做 cross validation 對 好 那 我們上個禮拜還沒講完 的內容就 大概到這邊 大家有什麼 問題想問嗎 好 那我們就 進入這個禮拜的課程 好 那 接下來知道今天 這個禮拜的課程 我主要會 跟大家介紹 四個東西 然後 第一個東西呢就是 呃 什麼是overfitting 然後就是在 因為其實在我們 跟TrainNN的時候呢 常常會遇到 一件事就是 因為它的參數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們常常會 遇到overfitting的狀況 那我們還是想去 呃 對我們的 參數或一些限制 或是對我們的模型 做一些限制 來避免overfitting的狀況 然後還會順便跟大家講說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第二個部分呢 會跟大家講說 Feature Scaling 在我們訓練的時候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以及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 然後接下來 最後呢 就是今天 主要會有兩個 比較重要的 topic 一個就是 Returned Neural Network 那 Returned Neural Network 就是 呃 非常常見的 就是在我們model 就是序列化資料的時候 會很常用到的一個 模型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最後一個呢 是 算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技巧 叫做 嗯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簡稱就是 CNN 那CNN 它其實現在有很多應用 在 譬如說像是 圖片的辨識啊 或是 各種 可能物件偵測 或是 非常多不同的應用 其實只要跟影像有相關的 基本上 都會用到CNN 所以 今天也會跟大家講說 這些東西應該 怎麼用 它錄有做實現 然後大概有成是怎麼樣 好 那首先呢 要先跟大家講說 什麼是 OVT 那 什麼是OVT 呢 大家可以想像說 今天我們在圈圈電台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 我們的參數量夠多 我們一定就是可以像 這個 記憶組織一樣 就可以把 所有的答案 只要看到題目 我們就可以把答案背出來 就是 嗯 我今天就可以把 全容局所有 全部訓練資料的狀況 那我只要看到這個 訓練資料 我就直接奧出答案 就是我 什麼都沒學到 我就只會學到背答案 然後 所以今天在考試的時候 因為 因為考試的題目都是 你在 課文上沒看過 那這時候 你就背不出答案 所以你就 沒辦法考得很好 那這就是 我們在 推你嗯嗯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 通常要推你 的理論內容 它的理論參數太多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這個 模型 叫做 GVT3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參數量有 175 billion 大家知道 一個 billion是 10億 所以 這個就是 1750億的參數 就是一個模型 它就1750億個參數 然後 那時候 它其實是 微軟的一個 OpenAI 還有開發一個 基於 就是 自然語言 就是它在 很多個自然語言的 資料櫃上面 模型這樣子 然後它那時候 就有很多人 就是 在那邊 酸它 就說 嗯 就是 175億個 參數根本就是 把它看過的 字全部就背起來 然後 就是 然後在 開箱的時候 直接輸出這樣子 然後呢 但是其實這個GVT3 它真的蠻省的 就是 你可以 就是輸入 譬如說 1加1比多少 它就會自動算出2 但是它其實是 利用文字的 理解去算出 去算出那2 然後譬如說 你就可以問他很多問題 譬如說 今天晚上吃什麼 它也可以回答的問題 就是 或者是 你今天要它 譬如說 算回幾分 就是從 負一計較多少 然後它就會自動 來講答案 然後反正就是 一個非常神奇的模型 這樣子 然後 所以 概念就是 我們的 裡面的參數 我們NURAL實在太多了 那到底哪些NURAL是有用的 其實很多 很大部分NURAL就是沒有用的 那接下來這個例子呢 就是 我們今天 譬如說 我們今天在做一個 改善的時候 會遇到的狀況 那 什麼樣是overfitting呢 就是 我們這裡面他們有這些點 那 overfitting 可能就是 我想要把每一個點 它的那個詞 譬如說 我們一開始 不是都跟他講說 我想要minimize 這個點到線的這個距離嗎 那點到線的距離 最minimize 就是剛好 那條其實就通過每一個點 但是 最右邊那個 圖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 如果你就是 fitting 一個很奇怪的曲線的話 那其實 你今天是沒有辦法 學到它的一個 就是 算是一個趨勢的一個改名 然後 所以 比較好的線呢 其實就是像這樣 就是 它其實沒有每一個點 都剛好在它的線上 但是它其實也學到 然後 所以 總而言之呢 就是 我們不能在 我們模型 在訓練資料上面 都一直做到 非常完美 但是在 testing的時候呢 就沒辦法 很好的generalize 然後 現在這個 總能 則是在 我們之前說 我們做 logistic regression 的時候 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如果 我們今天可以 無止盡的 把我的feature combination 加進去的話 那我們可能 就會得到最右邊的 那一個 decision founder 就是說 我真的可以把每個點 都分得很好 但是 可能就是 他很想要嘗試 把每個點分好的時候 就會 製造出一個很奇怪的邊界 所以其實最好的情況就是 一個剛剛好 可以容許一些錯誤 但是 又可以學到一個很好的 一個 防循學 這樣子 那通常 我們是 怎麼樣去判斷說 我們今天訓練 一個模型的時候 他到底是 有沒有 overfitting 呢 那我們就會看說 你可能在 切成的過程當中 因為你的模型 在慢慢訓練嘛 所以你的 training 的 accuracy 會越來越變高 然後呢 同時你可能也會 切一個 就是你額外的 測試或測試的資料 那測試的資料 它可能會慢慢變高 那你會發現說 在某個時間點 就是 training 的 loss 可能在降低 然後 accuracy 在上升 但是 testing 的 loss 可能開始變高 就是testing的 error 可能開始變高 而且它的 accuracy 開始下降 那這個時候 就代表說 我們的模型 已經開始有 overfitting 的狀況產生了 所以 其實在訓練這些 恩恩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切 你的 validation 或 testing 的資料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你永遠不知道 什麼時候 這個 overfitting 就已經發生了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就回到 就是 我們以前在學 統計 或在學回歸的時候 我們是就會 在我們做這個 防止 alty 的時候我們其實會用兩種模型 一個叫做 Lasso Regression 一個叫做 Rig Regression 那 在Lasso Regression 或Rig Regression 他們會跟你講說 我其實想要 minimizes 的事情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原本的 譬如說 我們在回歸上面 我就想要 去minimizes min squared error 但是呢 我們同時 我們不希望 所有的參數都 所有的feature 都被用到 所以我們會 限制說 我們這些feature 他們這些 它們的那些 weight 架起來的 然後成一個 要 不能太大 也就是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我有三個參數 檔 G1 G2 G3 那我這三個參數 加起來 可能要小於 1 之類的 這樣子它就會獲死 那些沒有用的 參數會變成0 然後 在Lasso Regression 它加入的是L2 L1 就是一次方 然後 L2 就是平方 這樣子 那所以 大家在學 違規的時候 應該就 常常會看到這個題 就是 因為 在Lasso的時候 用的是L1 的 regulation 所以它會 強迫很多的參數 就是很快就會變成0 然後就是 你的參數變得非常稀疏 但是它就可以幫你選出 真正有用的feature 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吃到 日語規訓的話 它就是 加入那個 L2 的regulation 你看它的參數 會比較實目 就是圍上它這樣 一下就快 你這樣衝到1 然後 它就是 比較 柔和一點的 regulation 這樣子 那 通常呢 我們在 PyTorch 這件事情 PyTorch 要訓練我們模型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會 用到一個東西 叫做 L2 regulation 那在L2 regulation 通常我們 它就是 直接 就加在 我們的 Ultimate裡面 就是它已經有 PyTorch 在後面 寫一個那個 Wake2K等於 你的L2的數值 那這個 L2的數值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Lum 那Lum 越大 會 算什麼事情呢 Lum 越大 就算說 我們的參數 越細疏 然後它的訓練效果就會 越差 但是它在未來的Generation 的能力就會 比較好 然後所以通常 這兩檔也是 我需要 就像Denry 一樣 也要Tune的一個參數 那通常就是 從 比如說 平平平一 然後就沒事 除以十 這樣子 或是除以十 或是除以二 那這也是在 Tune New的時候 常見的一個 Trip 這樣子 那接下來 就跟大家分享一個 蠻有趣的主題 就是 在 訓練NN的時候 常常有很多 耍廢的neurons 那什麼是 耍廢的neurons呢 我們前面有跟他講 就是 我們訓練NN的時候 常會遇到說 我們的neurons非常多 但很多時候 就會遇到 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 其中呢 會有一些neurons 它是真正在做事的 但有些neurons 它可能常常會 非常 頻繁的 去做一些 去做出一些 不好的預測 就是 我們這邊講的 它 它會有一些 consistent 的 mistake 譬如說 我們今天就問 你的neurons說 你這個圖片裡面 有幾個紅色的點 然後呢 就有一個neurons 他在cham問 然後他就突然說 喔 這邊有十五個 然後呢 但其實大家知道 這裡面只有五個嘛 然後呢 因為他 output出了十五個 但是正確的答案 是五個 所以這個時候 他的同伴 只是另外一個neurons 他就必須要說 喔 這個neurons真的是 很廢 就是 每次都 每次都 都算十個 所以呢 他必須要做的事情 就是他幫這個neurons 插屁股 所以呢 他就要每次幫 這個neurons 把這個neurons 把這個neurons 他就是必須要去 correct這些 mistake 那在correct這些 mistake 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就是 他也做了fitting這件事情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neurons 不是爛掉的 然後這個neurons 他會也要去幫這個 爛掉neurons 所以他自己爛掉 就是大概一起爛的概念 對 對 好 那所以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讓這些 耍廢的neurons 跟他說再見 就我們 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的狀況台就像這樣 就是有個neurons 在耍廢 他就會產生一些 不好的output 那其他的 這些neurons 他就必須要去correct 這些 其他neurons的 mistake 這樣子 所以 大家應該有分數過 就是在分數的時候 三個人就會 三個人一組 就會有一個neurons 雙倍 那所以 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 這兩個主人 就說 好 那我不幹了 就是我剛剛講說 要嘛就是拆除嘛 要嘛就是說 我就不幹了 那這時候呢 上面的neurons 就發生說 完蛋了 他今天沒有隊友了 那他今天沒有隊友了 他怎麼辦 他就 只好 學會自己去 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今天他就 說好吧 那我隊友都沒辦法 做出正確的prediction了 那我是不是 一定要自己 學著自立自強 所以他今天呢 他就 學會了 要去做好的prediction 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呢 在我們的 neurons 世界裡面 叫做 dropout dropout的意思就是說 我隨 因為 我們之前看到就是 很多neurons 都會連接到一個out 這些都是他的權重 然後我們 dropout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今天 每一個點上面 他都會有 固定的機率值 比如說 一個機率值p 他這個 一個機率值p 然後如果 他會有p的機率就是 他這個connection 就會不見 就像 月面電量體一樣 那所以他每次 就是 他的同伴 有展覽 不見 所以他 每一個neurons 都會學會說 我自己 一定要把自己做得很好 然後才不會 才防止這些 奧運動的發射 暫時 對 所以其實是 非常常見的 一個方法 叫做dropout 那所以 在piproof的話 我們通常會 直接用的方法 就是 我們加另外一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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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在做Dropout之後 在下面的時候 下面的時候就可以再拖一個 就是 下點Dropout 然後這時候呢 把上層的輸入 就是把那些Connection 拿掉 這樣子 其實就非常簡單 大家就把它分成一個Valor這樣做就OK了 好 然後呢 我之前忘記跟大家補充一件事情 就是 前面這個把這個Nuron Dropout這件事情 其實在Training的時候 會防止 Overfitting的發生 但是呢 今天大家可能會很好奇的件事情就是 那我在Testing的時候應該怎麼做 因為通常在Testing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 做Dropout這件事情 因為這樣每次做出來的Revolution 可能都不一樣 因為你 不要想去 預測說 我今天Dropout掉的是哪些位置 哪些Nuron這樣子 所以通常在做Dropout 在做Testing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會把這些線呢 就是全部都連起來 所以我們先假設 每個Nuron都已經 每個Nuron都已經 學會非常勇猛的資訊了 所以我們就會把這些位置都留住 但是你就想 這樣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 因為原本我們這個output呢 他做到的資訊可能就是 前面他只有P%的資訊 會被留下來 所以今天呢 在做Testing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把它做到 1-P%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 他才可以跟Testing的時候 他的那些output是 講System的 然後呢 所以今天呢 我們這邊就用一個 非常簡單的例子 然後就是 我們模型就是 剛剛第一的 就是有Dropout 那個模型 然後今天呢 我的Nuron是 全部都是1的一個Input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我今天Input 然後出來output的時候 它其實每個字 出來的字都不一樣的 因為 它在每一層的時候 它Dropout的那個Muron 不一樣 所以今天你即使Input 都是一樣的 你今天output 也是不一定會一樣的 然後還有另外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用Dropout 這個東西的話 你在訓練 訓練的時候 你要跟他講說 現在是在 Train in the State 所以你在Train 你要打一行叫做 Model to Train 這樣他就會自動開啟 Dropout的一些功能 這樣子 但你今天在Testing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 在Testing的時候 會把Dropout關掉 所以你這邊 要再打一行叫做 Model to EBL 就是 聽他講說 我今天在做 Evaluation 所以要把這些 奇怪的 Dropout 這些機器關掉 要把這些關掉之後呢 我們在 做奧布的時候 每個字出來的 都會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兩個 結果一個是 不一樣的 Dropout 另外一個是 一樣的 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呢 大家一定要記得 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在做 Recordation的時候 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是你想要在Testing上面 的Performance變好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可能在Testing的時候 第一步 你必須要去 保證說 你在Testing的時候 已經做得很好了 那你今天在Testing 做得很好的時候 再去考慮說 我今天是不是有Overfitting 那Overfitting的話 我們就會讓你Testing 因為它其實 不管怎麼樣 它都是 譬如說 Dropout 或是L2 Regulation 它其實都是在增加 你訓練的時候 的一些困難度 所以你在做這些 Reversation的時候 你在Testing 你的Performance 一定會變差 但是你的 我們希望的事情 是它可以增加 我們在看到位置 資料的時候 的Testing 的能力 這樣子 所以通常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一定要切一個 Reversation Set 來切這些 Hyperparameter 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那我就繼續講 那下一個地方 也要跟大家分享 是做 Feature Scaling 那Feature Scaling 會對我們的 Neural Network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大家有它 這個例子 就是說 譬如說今天 我們想要做一個 Reversation Test 然後我們今天有兩個 兩個變相 一個是 我們今天一個人的收入 另外一個是 一個人的年紀 那 我們今天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這個收入呢 它就存在一個weight 然後年紀 也存在一個weight 我們就找一個 Reversation Output 那 Reversation Output 跟這真實的答案 去算一個Loss 所以這邊算完 4.23跟 20算出來的 這個SSE 大概就是95 那 如果你今天 你的資料它的 scale 又是不一樣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今天呢 這是第一筆資料 然後 右上角那邊 是第二筆資料 第二筆資料 那一個呢 它年紀一樣 是23 但是呢 它的收入比較高 它收入兩千塊 那你看喔 它收入兩千塊的時候 我整體的SSD 會變成多少 因為這邊 我們就假設它的位置 都是一樣的 那一樣的話 它的SSD 就會直接 從95 直接變到 0.05 就很小 那 接下來 右下角這個例子呢 它是 收入一樣 是一千塊 但是它的年齡 是50歲 那50歲 它 最後出來的SSD 對我們 因為它的 這個值很小 所以它對我們SSD 的影響沒有很大 所以我們就算出來的SSD 是90.2 那 那 為什麼要跟大家舉這兩個例子呢 因為大家可能覺得說 欸我今天 薪水很差 一千、兩千 可能大家覺得很正常 但是從23歲到50歲 其實是差了蠻大的gap 但是 這兩個東西 如果這兩個東西 都是一樣重要的話 它這個才差一千塊 它SSD 就直接 小了一個不行 然後另外一個是 它差到50歲 跟它SSD 還是沒什麼變化 這樣就是很怪 而且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今天 SSD 小 代表什麼 就是Loss小 那Loss小 前面跟它講 Loss小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 軌點就會很小 軌點會很小 的話 你的參數就沒辦法更新 所以 就 不行了 然後呢 右邊這邊的是 它的 它的Loss是很大的 然後 你今天 你今天更新的W 它就會有很大的Gradient 那你今天更新的時候 就會很大的 好 然後 所以其實 呃 所以其實 我們 不需要避免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 我們通常會想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 如果 X1跟X2其實是 一樣重要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我們前面講就是 這個東西呢 它會讓我們的 Gradient update很快 然後這個東西會 讓我們Gradient update很慢 所以今天呢 我們這個X1 它應該要有 比較小的 讀定率 這樣子它才可以 呃 因為它才會 避免說它還是走太大 因為它這個SSD的值 會變化非常的劇烈 然後這個是 SSD的值 會變化很小 所以它應該要 比較大的 讀定率 所以 解釋就是 這樣的東西 應該要 不一樣的讀定率 才可以取得比較好嗎 但是 這簡直是 吃飽太鹹 因為假設 你今天有 300個 500個 參數的話 當然也是有 方法可以去 讓每個參數都有 不一樣的讀定率 但是 如果你能避免的話 當然就是 盡量避免比較好 所以 到底它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 沒有Skilling的時候呢 就是 據說 這邊是我們的 剛剛那個SSD Income 所以它Income的值 變化很大 所以它就是一個 非常陡的 Loss Curve 然後呢 另外就是年紀 因為它的SSD的變化很小 所以它就是一個 非常緩慢的 一個 下坡 這樣子 然後 所以今天呢 你在更新的時候 因為每避子都不一樣 所以它就會這樣子 跳來跳去的 所以它就會是一個 非常奇怪的 橢圓形 然後這樣子對 你在做 Occulation的時候 其實會有些 困難 然後 如果你今天做完 Skilling的話 做完Skilling的話 它就會像是一個 正圓形 這樣子 那正圓形就是說 因為我每個 一般的Future 都把NormalSL Normal01之間 那這樣 它每個 每個之間 它的Gradient 其實都差不多 那它就是一個 比較Smooth的 一個Loss Function 然後這樣你就可以 比較容易的 找到那個 Normal Normal 這樣子 但是呢 接下來 這個問題呢 還沒有被解決 因為大家想 我們今天就是對 Infoop做 Skilling之後 事情都解決了 但事實上 事實上 這個故事還可以結束 就是呢 你今天對 Infoop做Skilling之後呢 你發現說 如果今天 Normal Network裡面 沒有做Skilling的話 它其實也會爆料 就是 這張圖就是 一個 之後跟大家解釋 它叫做 Internal Coherence 我就很快的跟大家講 這是什麼概念 例如說 我今天 一幕進去 然後呢 這個畫筒 大家就可以想像 是 今天 某一層 它們的Ming跟Variant 所以 它今天的Ming跟Variant 可能都是在 比如說 上面就是10號 那這邊是 這邊是0 然後 所以今天 第一層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 所有Wate 那很多Wate 就把它統一到另外一個空間 所以它另外一個空間 因為它這個空間 它可能是 Ming是10 然後Variant是2 之類的 那你今天呢 你在想到第二個Layer的時候 它可能 因為第二個Layer 它也要做另外一個 Variant 轉送嘛 所以它今天 可能又把 你的Ming跟Variant 變成是 Ming是5 然後Variant是10 之類的 所以你在做每一層的時候 它的Ming跟Variant 都會一直改變 那這個改變的時候 就會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說你今天 一開始的時候 是這樣 然後今天呢 今天第二層的時候 他就跟你講說 你第一層的這個 這個Ming太高了 所以他第一層 他第一層就是 好吧 那我下次更新的時候 就把它亮低一點 然後他就把它畫 往下拉 然後 但是在後面的時候 他就跟 因為他看到前面是很高的 然後後面是很低的 他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換的話哪高一點 所以他就往上拿 所以 所以在更新完之後 他們還是永遠沒辦法 就是 在一條 同樣的直線上面 好 反正呢 就是 這是一個示意 大家 反正要知道的事情就是說 我今天 做 Input Nome來時的時候 雖然說 會對我的Loss 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 裡面的網路的架構 沒有 對它做限制的話 它裡面的Ming跟Variant 還是會 薄掉 所以其實 也沒有用 沒承認 Ming跟Variant 應該都是不一致的 這樣就會有 不好的現象 所以呢 對Input做Scaling 不夠的話 那不然我們就對 每一層都做Scaling 看看 所以呢 後來就衍生了一項技術 然後這項技術其實是 非常重要一個 應用 叫做 Bestimulation Bestimulation 就是 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之前不是跟大家講說 我通常一次就會拿 32比 64比 這些資料 來做計算 Gradient training 然後 今天呢 這個Bestimulation 的概念就是說 我今天就這樣 抓一筆資料進來 然後我今天 抓一筆資料進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在 每一層的時候 都計算 這些資料 他們在每一層 NewMember裡面的 Ming跟Variant 然後 所以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是演算法的流程 所以就是說 我今天 這個M是我的 Best Size 可能是32 或是16 然後我今天呢 我就在每一層的時候 都算 Nation的Mean 跟NationVariant 因為我們有很多名資料 就算Mean跟Variant 然後呢 我就把它做成Normalize 就是Normalize 到Normal01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我每一層的Output 就會被 都Normalize 就是NN的Output 然後就會對Normalize 到一個固定的區間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解決 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 Program Shift的問題 這樣子 然後 反正呢 它的原理非常複雜 但是 主要的概念是 它對每一層 都做Scaling 然後 之後會跟它講 要怎麼樣做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解決 這個Ming跟Variant 不一樣的問題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今天在做BestMalization之後 一定 BestSize不能太小 因為大家 所有統計都知道 就是 我們今天用這個 計算命跟Variant的話 就是 這個Sample 要代表它那個母體嘛 所以今天 如果你今天 BestSize太小的話 你就沒辦法 很好的估計 母體的一些性質 所以當然 BestSize越大越好 可能是100 或是200 300 甚至500 十類都會比較好 但是 如果有人用BestSize 以我而 這樣子的話 它在裡面計算 命跟Variant的話 會比較不穩定 這樣 那 所以通常呢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今天一個 X 這邊就是一個 Best的資料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 對Best有三比 那我們經過一層 Fully Connected的Layer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項量 就是Z的項量 那我們對這個Z的項量 我們都對 就對這三個Sample 去算他們的 Mint Lamp Mint Lamp 算完之後呢 你再對它做Normalize 變成Z的Tier檔 然後再經過 我們的一個 Activation function 就可以得到 最後結果 所以其實 如果再沒有做 BestNormalization的話 我們其實這個Z 它就直接 進到SigMoi 然後再進到Off 但是做BestNormalization的 概念 就覺得很像是 在Activation之前 再把它做Normalize 這樣子 然後 接下來是 我們今天在 Pitro裡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 去實做BestNormalization 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記住一件事情 就是 BestNormalization 你如果要用的話 就一定要 每一層都用 不然 如果你前面用 後面沒有 那是不是 就 空虛一虛 所以 這樣它每一層的 Statistic 就不會講 所以今天呢 據說我今天 兩層Tierden Layer 那我原意就是 要用這兩個BestN 所以今天呢 我們原本的 做法就是 我們今天 X進來 我們先做過第一個Layer PitonMaker 之後呢 我們先對它做 BestNormalization 然後再做 Activation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先做 Fully Connected 然後再做 BestNormalization 再做 Activation 所以它的流程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 BestNormalization 它的參數要是 SER 就是SER 你的這個 前一層的 然後會有幾個 Neurons 或是數值 就是射幾個 所以譬如說 經過的第一層 就是二十個 那你就是對這二十個 做BestNormalization 然後 第二層玩是十個 那你第二層的 BestNormalization 它那個 參數就要射十 對 就是 如此的 簡單逆動 那 BestNormalization 除了剛剛講的 解決那個問題之外呢 它有什麼好處 就是 它可以讓我們 NN訓練比較快 而且 它會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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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受到 那個參數影響 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它也可以 避免 之前講的 Gradient Manage 或 Explosion的問題 因為之前就是講說 它的尺度是 如果在很小 或很大的區間之內 會有 Gradient 是0的問題 但是呢 我們這邊 都把它縮減到 一個Normalize 到0到1次間 區間 這樣是不是比較 不容易 就會有很大的 或很小的問題 所以這樣 也可以解決 Gradient Manage 或 Gradient Manage 對 然後 所以這邊呢 就是在跟大家講的是 就是 在 我們今天在看 你的 Incubation function 的時候呢 它其實 在這些詞裡面 在詞很小 可能是在 複製到1次間的時候 它就會很大 但是呢 如果在詞很小的時候 你看 它的這些切片切率 都會是很接近點的 所以這時候 就會沒有Gradient 就會造成 你的 產品分線不好 那 詳細的情況呢 是什麼呢 就是 譬如說 我今天 疊了8個 Hidden Lair 那8個Hidden Lair 我們可以看到 裡面的 就是 他們這個 位置的分布 就可以畫到一手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到最後一層 它的Gradient 都幾乎是0了 而且 每一層 他們的Gradient 的分布 就會越來越 變很奇怪 但是呢 如果你加了 Activation function 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 每一層的Gradient 都是在一個 比較穩定的數值 然後 然後 嗯 其實 我會在那個 Code Lab上面 有放相對應的Code 就給它 看一下 然後 就是像上次 客廊上講的一些東西 有話的時候 都會把層次碼放上去 所以大家 如果上次 有些東西還沒有做出來的話 也可以 可以 再回去看 然後 嗯 這邊呢 我有加了一個Glock 是 在跟大家講說 要怎樣 用 Revent Overfitting 然後用L2 跟 有沒有人玩 然後一個是Dropout 一個是L2 那這邊 就 可以把範例就是 今天 就像這樣 然後 今天加Dropout的時候呢 你的模型 可能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 整個Training 就可以去看說 它的 Training的方式是怎麼樣 然後 如果你家 你今天用Dropout 就是Model 的話 其實就是 之前有跟大家講 這個 Training的這個Code 應該怎麼寫 然後就在 每次Training 的時候呢 你要跟他講說 我是Model 給你Training這樣子 那時候 Dropout要開始 然後 在L2 Revization的時候呢 主要就是 在你這個 你這個 你的套館買的後 你要加 Way Detect 然後這邊就是 L2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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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重要的是 這個 Basalization這邊 Basalization這邊呢 我這邊 給大家 去一個Demo 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給 我們的Bias 設計一個非常 不好的 Initialization 什麼是不好 Initialization 就是 我今天的Bias 都給他設在很極端的位置 比如說這個 負荷這個位置 那負荷這個位置呢 它就會造成 我們的Gradian 幾乎是0 然後這樣他就沒有 把他分心 所以這樣會造成 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 這邊是我們這個 隨便生了一個 Training Set 然後這邊是我們 定義模型的一個架構 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正常的一個 這個模型下去Feed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是 沒辦法Chain起來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 加了Basalization的話 它的訓練過程呢 它就不會受到 參數的初始化的影響 它就可以學到 比較Smooth的 這個Function這樣子 對 好 然後 主要的細節呢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的Code 那主要就是 我在這邊 在做參數的Initualize 的時候呢 我有給它的那個Bas 一開始的初始化 只是-0.2 然後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這張組的話 就是 你今天如果Basalization 設計在 比較 微點比較小的地方的時候 它就沒辦法更新 然後 所以就代表說 如果一般的Nagorization 的話 它就會存出一個很奇怪的線 但是 如果你在今天的Model這邊 加上了 Basalization 就是我們這邊 有定義的 Basalization 這樣子 它最後 預測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 亞斯姆的一個 曲線這樣子 好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在 Collab上面看一下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 下課問我 那我們今天就先休息 10分鐘 1 1